《诸葛亮北伐》 《诸葛亮》对《诸葛亮》都是极为推崇,比如,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连就曾说过,善哉,使我得此人以自负,其有今日之毛乎。 乾隆皇帝也曾说过,诸葛口名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,约其生平,亦约宫中二字而已。 不过,如今很多人却开始认为,诸葛亮是徒有虚名,说诸葛亮内政不如巡律,既谋不如法政,行兵打仗,更是损兵折将图好国力。 甚至还有人说,如果没有诸葛亮溜出其山旅伐曹位的话,蜀汉还不至于这么早了。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? 当然不是,但拿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来说,他的老对手司马懿就曾说过,真乃天下其才也。 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这句评价,可不是恭维而已,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,双方当时是敌对关系。 而且,其实,诸葛亮并没有六出其山,据史料记载,诸葛亮其实只出过两次其山,另外还从其他地方三次北伐过曹位,之后,还有一次是曹位进攻汉中,不是诸葛亮出击。 所谓六出其山,却不过是后世盖而言之而已。 现在我们这里就来看看诸葛亮的这五次北伐,看看战果怎么样。 第一次北伐,公元228年春,诸葛亮出兵北伐,他令赵云等作一兵,摆出由邪谷攻没成的态势,以吸引内军。 自己则率主力向其山方向进攻,拢用了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等郡,相继换卫将属,又收服了江尾,一时关中大阵。 可是,马肃连被诸葛亮部署,为张可所败,丢了阶庭。 赵云等出兵也不利,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。 不久,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又叛汉复位。 展开全文第二次北伐,公元228年东,诸葛亮成陆迅,在石亭打败曹修之际,出散关,包围陈仓,攻打二十多天未破,为了援军。 感到,他不得已,又退回汉中。 第三次北伐,公元229年,诸葛亮出兵进攻五都,殷平,打败卫援军,占了这两郡,留兵聚首,自己率不回师。 在公元230年时,卫军进攻汉中,诸葛亮加强防守,又增掉援军,在犹豫连续大雨,子五谷,斜谷等道路不通。 卫军撤退。 第四次北伐,公元231年,诸葛亮出兵包围西山,卫军统帅司马懿迎击,诸葛亮准备决战。 司马懿之蜀军远来,军粮不多,平显坚守,拒不出战。 诸葛亮想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,但司马懿追赶很谨慎,蜀军一停,他就扎营聚首。 此时,刘缠听信诸葛亮早晚欲称帝的谣言,下指令诸葛亮退兵,加上蜀军粮草将近,诸葛亮指着班师,在归途中,以扶兵杀了魏国名将张和。 第五次北伐,公元234年,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邪谷口,到达梅县,在渭水南岸五丈园扎营。 司马懿也驻营阻拦,不与蜀军作战,撂之蜀。 军赶来,粮草运输困难,想把蜀军拖垮。 诸葛亮也有准备,在渭水分兵屯田,做长期战争的打算。 诸葛亮在这次出兵前,曾与孙权约定同时攻卫,五月无军十万攻卫,不胜,撤回江东,所以,蜀军只得与卫军单方面周旋。 八月间,诸葛亮积劳成疾,并行日益严重,不久,就与世长辞。 死后,将为等遵照他的遗嘱,密布发丧,整军退入邪谷。 来分析下,诸葛亮第一次北伐,是最成功的一次,连将三郡,再进一步就是夺取长安了,可惜这次却因为只上谈兵的马速而失败。 第二次北伐就不多说了,纯属想趁火打劫而已。 第三次北伐,夺取了曹魏两郡之地。 第四次北伐,因流禅下旨而不得不撤军,但撤军时伏击了曹魏名将张和。 第五次北伐也不算是失败吧,毕竟诸葛亮过劳死了。 这里还要说一点,曹魏的实力远强于蜀汉,但面对诸葛亮的进攻,却是屡屡受挫,而且还被蜀汉占了。 数郡之地,要知道,蜀汉也就九郡之地而已,而且还将征兮居记将军张和给杀了。 张和乃是当时曹魏数一数二的顶级灵将。 在诸葛亮死后,司马懿得知蜀军撤退,于是,就去勘察蜀军曾经的驻地,看到诸葛亮的营垒后,称赞其为天下奇才。 其实,诸葛亮之所以失败,还有一个关键原因,是盟友布格利亚,诸葛亮北伐屡屡都有战过,而反观东吴,显有成果。 就拿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来说,当时诸葛亮已经汲取教训,做好了一切准备,想与东吴联手灭了曹魏,平分天下,孙权率兵十万出合肥,却不料被蛮虫给击败。 不能说诸葛亮没能力,只能说,诸葛亮实在是命太苦了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